蔡总统 兵容相见非选项愿于北京寻找台海和平稳定方法 国庆大会10日上午在总统府前广场举行 总统蔡英文演讲聚焦韧性稳健民主科技台湾五个关键字 她表示 过去两年多对抗疫情一直是国家最大挑战 所有国人都是抗疫英雄 台湾也即将开放国门摆脱疫情阴霾 迈向正常生活 蔡总统并说 兵容相见绝对不是解决两岸问题的选项 唯有尊重台湾人民对主权和民主自由的坚持 才是重启两岸良性互动的根本 她说 在理性平等及相互尊重下 愿和北京当局寻找双方可接受的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方法 图集 国庆大会阿帕契大宴队型飞越总统府局高校窜台日情仪 国庆大会10日上午举行 一开始游泳英新式高级教练机F5战机在总统府上空冲场 象征星火相传 有地表最强直升机美名的AH-641阿帕契攻击直升机 也以5架编队之姿飞越上空 象征束手震惊中枢决心展现机动打击能力 在众多表演团体中 昵称橘色恶魔的日本京都局高校吹奏部首次来台参加国庆活动 团员们活力四射 演奏知名电玩乐曲超级马力欧兄弟并展现活泼舞步 是大会最受瞩目的队伍之一 串起台日情谊 普廷下令滥炸拜登与诺提供先进防空系统乌克兰同仇敌看 乌克兰军方表示 俄罗斯10日上午朝乌克兰十几个城镇发射至少75枚飞弹 其中40余枚遭击落 但有好几枚落在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大学公园与商业区 已知全国各地有十余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基辅民众在警报响起后涌入地铁站避难 有人带书本及毯子 众人合唱国歌等歌曲 气氛平静不见恐慌 俄国总统普廷表明这波攻击是为了报复克里米亚大桥遭到恐攻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 他的国民不会被喝倒 只会更加团结 美国欧盟与北约痛批俄国行径 美国总统拜登并允诺提供乌克兰要求已久的先进防空系统 以对抗俄军的空袭 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北部清晨低温20度 东北部明起防大雨 中央气象局表示 未来一周仍受东北季风影响 11日清晨是最冷的时候 北部低温约摄氏20度 11日过后温度会缓慢回升 中南部有机会回到30度 北部约26度 12日起 东北部防局部大雨 15至17日因热带系统影响 雨区扩大为北部和东半部 诺贝尔经济学奖前联准会主席伯南奇及二美学者研究金融危机获奖 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0日揭晓 三位共同得主为2006至2014年担任美国联准会主席的伯南奇 以及美国学者戴蒙迪布韦格 瑞典卡洛林斯卡研究所诺贝尔大会说 三人大幅提升了人类对银行经济作用的理解 特别是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扮演的角色 伯南奇是研究1930年代前后全球大萧条的学者 他接掌联准会之后不久 便爆发美国房地产市场崩盘触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而他让联准会支撑金融体系并保持信贷流动 避免大萧条灾难重演 专题 出国前或在旅行途中染疫怎么办 一后旅游留意四件事 台湾13日边境解封 近来旅行社忙着缆客组团 航空公司也争相增搬拓点 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提醒旅客出国前需留意四件事 包括当地防疫措施机票旅速退改规定打疫苗或投保旅瓶衔染疫处理等 若在海外旅游途中染疫 衍生的医疗时速及交通等费用 有旅客自行负担 另外 航空公司也引进刷脸登机自助报道 或手机遥控滑平板的空中视听娱乐等 减少交叉传染风险 北韩近两周七度射谈8日首次出动150架战机示威飞行 北韩官媒10日指出 近期七次发射飞弹都是核战术演习 由领导人金正恩亲自指导 最近两周南韩日本和美国加强联合海军演习 北韩将其视为入侵演习并声称发射飞弹是必要的反制措施 另外 南韩军方表示 北韩8日出动150架战斗机进行大规模空中攻击纵合演习 战机数量是6日编队的10多倍 南韩紧急出动F35A逆踪战机应对 专家 半导体制造若非聚集台湾对全球才是风险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国可能入侵台湾与全球晶片供应风险等议题 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专家分析 台湾半导体生态系的特殊性 在于让来自美欧日本以及台湾本土等地的科研能量畅通的交流 以快速且有效率的方式解决各环节问题 他说 若半导体制造无法聚集在台湾的生态系 对全球新兴科技发展才是风险 恐让研发过程更困难 让人类享受新科技的便利性变缓慢 法国十年建成首座离岸封场众协商参与判创三营 法国首座离岸封场历时10年于9月22日启动 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数据 2020年法国再生能源仅占总能源的19.1% 低于23%的计划目标 是欧盟中唯一未达标的国家 为赶上进度 法国总统马克宏强调 政府将推动再生能源加速法案 封场负责人表示 他们花费很多时间协商沟通 让利害关系人皆可参与 并逐步修正计划和法规 判创居民封场经济三营解放 西班牙狗拉松5000毛还陪四主路跑 西班牙第11届狗拉松工艺路跑于9日上午在马德里的哥伦布广场开跑 在热闹的音乐声和狗废声中 超过5000组毛小孩与狗主人参与盛会 沿着著著名的卡斯特兰纳大道或跑或走4公里玩赛 活动名称狗拉松是由西班牙语的狗和马拉松组合而成 活动目的在于呼吁大众以领养代替购买 并向宠物四主宣导饲养责任 以打击弃养宠物和虐待动物的步伐行为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6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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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